微软宣布永久关闭线下实体店,但并不裁员,这是为何? 微软是一家基于美国的跨国电脑科技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为何永久关闭线下实体店? 截至2020年6月28日,13点30分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人数超259W余人,死亡人数超12W余人。 据美国卫生部门通告,单日新增43581例新冠患者,再次刷新记录,目前美国已暂停或推迟经济重启计划。 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美国人来讲,哪还有什么钱去门店购买电子设备? 美国商户被黑人抢的抢,砸的砸,导致很多商户都关门,像梅塞德斯·奔驰、GUCCL等门店全部被抢。 微软门店作为电子设备门店,被抢也是正常的,这也是微软关闭门店决策的起义。 公司还将打造四家体验中心,利用分别位于纽约、伦敦、悉尼以及微软总部所在地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的四家实体店铺改造而成。